產業別來做查詢的話 那其實最快的方法 大概就是怎麼樣 直接把剛剛的那個VBA程式 直接怎麼樣 比如說本來是篩選 那個這一段 P4篩選業務 你可以怎麼樣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這邊就有P4篩選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P4篩選這個產業別 所以你就把這個假設名稱的話 把它改一下 那你將來用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 其實很類似的 產業別有沒有 第一個你以後要採選什麼 那其他有沒有需要修改的 這個不用 這個OK OK 因為一樣要刪掉舊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for I 等於 第二列到有沒有地方要改呢 其實這個地方 A2往下偵測 它會偵測到是業務的 總列數 那如果你要是產業別 因為還好現在是一樣的 那你 不過建議還是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B欄 然後呢清單來源呢本來在A欄改成B欄 所以修改這裡 修改這裡 OK應該沒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其他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篩選的欄位有沒有 我講過了 其實你最後還是要看懂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因為我的那個Field有沒有 它其實是一個Range底下的一個 應該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叫做Auto Filter 這個Auto Filter實際上就是篩選啦有沒有 那它用的物件呢是Range 當然你用Sales也可以啦 然後呢 這個方法裡面呢必須要給它幾個參數 包括就是說你的查詢的欄位 所以這個範圍裡面的哪個欄 第三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總表裡面呢 產業別是放在第幾欄呢 應該是第四欄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一定要變更 如果你這個沒變更的話 它會找不到資料 因為在業務裡面 是沒有叫什麼什麼什麼 政府機關還是資訊 所以這邊一定要改成4 然後Kriteria 1只有一個條件 這個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把它帶過來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那其他要不要改呢 其他好像都不用改了 OK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我改了哪些地方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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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就是名稱改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所以 其實以後 假設說你們今天 那個欄位 假如你會發現 他們的變動的地方 如果很小的話 其實你可以透過那個傳遞參數 去變更就好了 就是寫一個 以後呢 呼叫他們的時候 就傳遞你要變更的位置 就可以馬上來變更 那這個 它比較抽象 我等一下我們先亂玩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做一次 以後呢 每個欄位 你只要 告訴他變動的 什麼呢 清單位置 是哪一欄 比如說A欄 你就傳A給他 B欄就傳B C欄就傳C 另外的話 還有什麼 查詢的哪一欄 如果是 剛剛是那個第三欄 你就傳第三 如果是第四欄 你就傳四 不就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 一個程序 給大家一起使用 一般我給他一個名稱叫共用程序 大家共用的程序 那以後的名稱也許就叫做批次篩選就好了 就不要什麼 批次篩選業務 批次篩選 那如果說你裡面的話 藍數非常多 你不就是一堆了 不過前提是 如果你 那個階段性 第一個你先求先做出來 不要一下子就求 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好 因為後面的東西一定會比前面難 雖然剛開始會有一些重複 不過反正你先爛出來 為優先 如果你還沒有達到那個境界的話 你可以留著 慢慢的醞釀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需要有一些醞釀期的 我覺得好像不是說每個人一下就可以馬上董 不過沒關係 你至少知道說可以有這麼一回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我把批次篩選 改成 篩選業務 業務改成批次篩選產業 改兩 大概就改 主要是改兩種地方 總共會有三個 OK 兩 兩種 然後 就是三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之後 我們試一下 它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建議 養成好習慣 那因為我上課的關係 所以會 rown的比較急 因為時間有限制 當然你們平常在做的時候 一定不要急躁 反正 你就一定設個中斷點 先停下來 思考下一步之後 再往前推進 因為你們沒有像我這麼熟練 你一定會發生錯誤的 所以一定要慢下來 因為我們上課沒辦法 有時間限制 如果沒有先知的話 反正我們弄一整天 反正你們自己 我再來上課 就像在學校 只要這種正規八個小時好了 那可以慢慢來 但是我沒有辦法這麼做 所以我就先rown 給大家知道 那你平常一定要記得設中斷點 然後rown一下 停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按F8 慢慢去看 它會批示刪除 一樣 它會把舊的先刪掉 刪完之後又回來對不對 所以剩下兩個嘛 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去做清單 抓到清單 所以清單的話 是B欄裡面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金融業 然後它會設個條件 給這個範圍 去查金融業的這個 然後並且 把金融業全部查出來之後 一樣複製 再貼過 新增一個金融業 然後貼過去 所以後面都一樣 我就把它直接執行過 OK 它全部都查完了 好 那同樣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出什麼 清單裡面的產品 有沒有 那產品的話當然 再做一次應該沒問題 不過你會發現 那如果說我今天 一樣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這邊到這邊怎麼樣 Ctrl C 然後我只要做一個什麼 共用的 所以貼上之後 這個地方就是 叫做 其實可以加個註解 或者加在上面也可以 比如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共用的程序 它是給誰共用的呢 它是給那個 假設這四個欄位 我以後就寫一個 然後呢 我以後用呼叫的方式 可是問題來了 他們雖然共用 可是呢 他們有兩個地方是不同的 一個是什麼 將來查的那個 哪一欄 對不對 A B C D 第一個不一樣 第二個不一樣是什麼呢 將來他要查的那個總表 它是第三欄 它是第四欄 它是第五欄 它是第十二欄 三四五十二 對不對 所以有兩個不同 那共用 雖然可以共用 但是你必須要 怎麼樣 讓它又能夠相同 又能夠有不同 那不同的部分怎麼辦呢 你必須藉由什麼 刮壺後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刮壺喔 這個刮壺的主要目的 不是好看的 它主要是讓你傳遞參數 那這個參數部分 比如說 我需要傳遞兩個參數 第一個 告訴他清單是哪個欄位 所以這邊我給他一個名稱 叫清單 第二個的話呢 逗點 如果說你要 因為清單 它不知道說要傳的是 數字還是文字 所以有的時候會空一格 S String 這個SString 意思就是說 你要給我的清單 記得是要給我一個字串 不然有時候它清單 清單到底是給什麼 是數字呢 還是文字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會多加一個SString 就是說你給我的 是要一個字串喔 String就是字串 OK 後面的話要給一個什麼 欄位 到底哪一欄 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給它一個欄位 然後後面的話 當然你要貼心一點的話 S 數字的話是記得是integer i n t e g e r 這個integer 指的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整數 這個是integer 是沒有小數點的一個數字 integer 那這樣一看之後 我就知道 那我就知道你要的是一個數字 那我就傳一個數字給你 對不對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怎麼做修改呢 當然我們剛剛有三個地方要改 所以第一個 它 假設你今天給一個清單 C 把這邊怎麼樣 這個b有沒有 跟這個b 要改成什麼 改成清單 這個比較好改 這個貼上就可以了 以後這個b過來就可以 那這個怎麼做 因為 它b2對不對 那記得把b拿掉 前面的話 加上一個清單 記得空一格 and 空一格 應該看得懂這個吧 b2 但是因為它 你不能說清單 你不能 那些同學 最後寫出來變成 把這個清單2這樣 這樣一定不行 因為 這個清單 它是一個 一個引數 一個參數 甚至你可以把它 有點像是以前的那個變數一樣 對不對 那你不能直接把它放到這邊 你要記得 清單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第一個 那我們清單的部分就搞定 再來這個 這個給什麼 藍位 藍位過來 然後流程一定是 平時篩選對不對 他給我a還是b 那過來 就給他這個b 然後這個 就給他過來這邊 假設給他4 好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已經有個共用的程序 對不對 那接下來 如果我還要再做一次 比如說什麼 我今天剛剛是 批示篩選 產業別 或者 那我怎麼再做一次 我就直接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 剛剛叫做批示篩選產業別 再做一次 那我就再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 批示篩選產業別2 這個2是有別於 那或者甚至是批示篩選 乾脆改成 欸 共用還是什麼 乾脆2好了 反正你們知道那個 不一樣的點就OK了 按確定 那剛剛是 一大堆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扣 扣什麼呢 批示篩選 就是呼叫那個共用對不對 乾脆弧 他會問你說 欸 你的清單是哪一個 那就給b嘛 啊記得是s3對不對 所以給b 前後創以後 豆點 蘭位 有沒有 他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蘭位 as integer 4 瓜糊 好了 寫完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那如果說你是批示篩選 業務的話 業務2 那就call 批示篩選 給a 給3 比較好 那客戶的話呢 有沒有 就是這邊改成c 這邊改成5 欸那這樣不就很簡單的 如果說以後呢 你要做很多蘭位的篩選的話 我想應該你最後還是會選擇用這種方法 為什麼 因為一個共用之後 大家就 而且以後 如果你程式啊 上面的程式 如果有稍微變化要修改對不對 以前可能你有 可能很多蘭 你被每個每個都要改 那現在共用只要改共用 那個改完就搞定了 不過這個東西 可能難度大概相對高很多 有沒有 很多人搞不清楚就是這個東西 大概這個非常非常的實用 好 那我們來run看看好了 一樣 特別注意喔 共用的不能直接給 不能直接從這邊執行 因為他是被呼叫的 那所以你一定要從什麼 從這邊 設個中斷點 然後執行他 執行是執行這個 執行這個 執行一下 停在這邊 跳過來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會帶資料給他 B 4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底下的東西 都是被 被什麼 被組出來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清單過來 就B2 B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過來 然後欄位 4 4 其他喔 應該差不多啦 我就把它全部執行過 好 跑完一模一樣 那如果是 P4篩選什麼 業務 像剛剛有沒有 這邊改成業務 也是2好了 所以你做完之後 其實很快其他也都做完了 這邊改成A 這邊改成5 然後這邊執行過 看看 這也是3 對 所以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卡數 為什麼他找不到 找不到會變成 所以你們比我細心 因為我上個關係 有時候就會錯 那理論上你改成3 其他還有像 什麼 產業別之外 還有其他欄位 你也可以 客戶啦 也可以利用他的方法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還給各位 那打鐵趁熱啦 反正你就把這個學會之後 以後 很多地方呢 記得呢 就只要用一個共用程序 就可以搞定 所有的欄位了 所有欄位 可以 所以剛剛這個找到的結果 就沒有東西 所以記得這個欄數也不對 因為篩選沒東西 但是他還是會幫你產生一個 那如果再做一次 應該就OK了 所以 對沒錯了 那當然再來就是批次篩選產品 批次篩選客戶 就變得很簡單了 我可以試試看